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山海经》当中还包含其他神话故事以及异兽奇闻 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故奇书 说到《山海经》就不得不提一下最近有关它比较火的事情 最近各大媒体平台上有一个话题特别吸引广大人士的眼球 一经出现就被炒成热点 评论区下众人纷纷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 而这个话题就是《山海经》中发现不死足的秘密 这七个姓氏很有可能是不死足的后人 那么既然这个话题这么火 而作为上古奇书的《山海经》到底是怎样的 哪七个姓氏属于不死足的后人 不死足又是什么 众人对不死足的看法又是如何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一本古籍 是我国古代一部技术质怪、地理知识、民风民俗、科学医学、宗教信仰等内容的充满神奇色彩的著作 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但可惜的是其作者不详、不知是何人 据历史记载《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 虽作者不详 但根据史料记载以及科学分析 现代学者均认为《山海经》作者不值一人 多人所著更加贴近历史事实也更有说服力 同时 学者也认为此书也不是一时所著 成书的过程经历不少岁月的慢慢沉淀 《吴月春秋》中曾有记载 《与寻行四读》 《与义》 《魁共谋》 《行道名山大则》 《朝其身而问之》 《山川卖礼金鱼》 《所有鸟兽昆虫之类》 《即八方之民族》 《书国亦于土地离属》 《十亿书而记之》 《名曰山海经》 此处记载《山海经》 作者乃是治水的大鱼 也有人认为作者是大鱼和博弈 除了此处记载之外 明代学者胡英林 也有其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胡英林的《少师山坊彼从》 曾记载 《战国好奇之事》 《本慕天子传》 《知文与世》 而奢侈大伯及之 杂妇以几种 《近年之一文》 《周书》 《王会之鬼物》 《黎骚》 《天问之辖旨》 《南华正花谱之预言》 已称此书 除此之外 历史上各种名人知识 对《山海经》 作者看法层出不穷 作者究竟是谁 众说纷纭 但是可以确止说 此书作者不值一人 成书时间也不是一时 作者究竟是谁 还有待继续探究 《山海经》 除了作者不祥之外 其内容却包含广阔 上至上古天文地理 历史神话 小到各种奇珍异寿 医学宗教 可谓是上古时期的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此书还与《易经》 《皇帝内经》 其名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 《山海经》包含甚广 全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 《武藏山经》 《海外经》 《海内经》 和《大荒经》 这四大部分当中 每一部分都包含多种经文 每篇经文都会对应一个方位 比如《海外经》当中有 《海外西经》 《海外东经》等 除此之外 每篇经文当中 涵盖了不同地方 人物 艺术等等 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奇闻意识 神话传说 《荆卫填海》 《花府追日》 《女娲补天》 《皆出自于这里》 一句话形容它的内容 那就是丰富多彩 而说到《山海经》的内容 就不得不说一说它的性质 《山海经》的性质 是除了作者的不确定之外 有一不确定的点 它的性质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地理书 有人认为它是属书类的书 同时也有人认为 它是古今与怪之祖 小说之罪 但最终的指向 还是上古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在《汉代至唐代》这一时期 《山海经》的内容 被认为是真实的 其中记载的地理义物 也确实存在 而在明代到清代时 它被渐渐看作是虚构之书 因此被归为小说之流 《山海经》当中 多一些奇闻异事 让人闻所未闻 因其所描述的事物 太过离奇怪异 有不少人认为 此书内容是作者虚构的 古人这样认为 现代人也有不少人认同 这一观点 因此此书的存在 渐渐被不少人担忘 直到《不死之秘》被提及 他才再一次登上网络热点舞台 《山海经》 因《不死族》的秘密被发现 又再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 再次回顾《山海经》的内容 确实发现《不死之说》 遍及《山海经》当中 与《山海经》 齐名的《皇帝内经》中 就曾记载 于闻上古之人 春秋皆渡百岁 而动作不衰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 上古的人 在百岁之时 仍能行动自如 这也就代表 他们不止能活百年 即长寿之意 而类似这样的记载 也在《山海经》中频频出现 《山海经》 《海外西经》中记载 轩辕之国 在此穷山之际 其不受者八百岁 在女子国北 人面蛇身 伪娇手上 即轩辕国人 长相奇怪 人面蛇身 但命短之人 能活七八百岁 命长之人千年不忧 可谓是真正长寿之人 《山海经》 《海外南经》中也记载 交进国在其东 其为人交进 不死民在其东 其为人黑色 寿 不死 这处记载则更加直接 更加吸引眼球 不死民即不死 长生 这是多少人 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除海外南经之外 《大荒西经》 也有不死族的记载 有人生长有三张脸 据说是专须的孩子 天生三面一臂 三面之人不死 是为大荒之也 此处记载 有人生三面 身长一臂 虽长相奇怪 但却长生不死 类似这样的记载 还有很多 比如 在某处有一个名为 白明国的国家 这个国家当中 有一种长相 与狐狸相似的神兽 背生独角 据说人 只要骑着他跑一圈 就能增守三千 还有在西方海外的 一个名叫 胡国的小人国 这里的人 各个皆为五尺寸丁 虽说长得不高 但他们却很长寿 平均能够达到三百岁 有句网络调侃语形容很贴切 羡慕吗 拿身高换的 如果拿身高 真的可以换寿命 你会换吗 在山海经 海外南经 中出现过不死之民 而在山海经 大荒南经中 又再一次出现 不死部落 大荒南经中记载 由不死之国 阿兴 甘木为石 这则故事记载的意思 是在某地有一国度 名为不死国 不死国内有不死民 而不死国度的人民 能够不死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通过后天 使用珍惜之物而来 此物便是只生长在 不死国内的不死树 不死树有 让人不死知晓 人通过使用不死树 所皆知果 从而达到长生不死 同时相传在不死国内 不仅存在不死树这种神物 还有一处泉水 也有不死知晓 名为赤泉之水 引用赤泉水 从而得长生 不死树 赤泉水皆为神物 从古至今 长生是所有人 梦寐以求的事情 无论谁都逃脱不了 受尽而亡 所以从古至今 不管是凡人贵族 皇亲国妻 无一不为长生而努力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就曾派徐福 外出寻求长生不老药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徐福当时能够找到不死树 或者赤泉水 那我们也许就能领略千古一帝的风采 但这种长生不老药 是否真的存在 还尚未可知 毕竟不死树与赤泉水 到现在也从未出现过 虽说长生神物不在 但是曾经的阿信之人 却在后世真正出现过 纵观宋朝时期所作的百家姓 你会发现其中并没有阿之一姓 但根据史料记载 在商朝时期 阿之姓氏却真正出现并存在过 抛去古代的阿姓暂且不谈 在现代 内蒙古族和辉族当中也有阿姓之人 因此可以说阿姓就极有可能是山海经当中存在的七大不死族性后人之一 开头说过 不死后人有七大姓氏 除去阿姓之外 还有六大姓氏 山海经 《大荒西经》中又再一次提到 不死族及不死之姓氏 《乌姓》中记载 在灵山有乌险 乌籍 乌粉 乌棚 乌孤 乌针 乌礼 乌底 乌蟹 乌罗等石乌 从此升降 百药爱载 大义是在灵山当地有石乌 同时也有各种长生不老药 而石乌共同掌控所有长生不老药 他们也因此拥有了永生 而乌姓也自然而然成了七大不死姓之一 阿姓 乌姓 两大不死族之姓流传于当世 除了这两大姓氏之外 在后世当中 乌姓经过演化 又演化出了另外五大姓氏 与阿 乌并称为上古七大不死族之姓 而这由乌姓演化出来的五大姓氏 分别是八姓 凡姓 谭姓 相姓 正姓 如果现在你的姓氏正是这七大姓氏之一 那么你就很有可能就是不死族的后人 你可以通过翻阅古籍寻找不死祖先的踪迹 从而证实不死之谜 解开不死之谜 不死族 顾名思义就是长生不死的族群或者长寿的族群 但这种族群真的存在吗 众所周知 古代技术落后 意料设施差 大部分人的寿命都很短 在当时 四十多岁已经是高寿 很多人都活不到四十多岁 但凡事都有例外 在古代也有真正长寿之人 寿命长达八百多岁 虽不知虚实 但确实有所记载 我们在高中时 曾学过一篇文章 庄子所作的《逍遥游》 《逍遥游》中记载 而彭祖乃今以酒特文 众人匹之 不亦卑户 《逍遥游》中所记载的彭祖 就是一个典型的长寿之人 相传他曾活了整整八百年 以长寿文明古今 而他相较于不死族人来说 虽说没有达到不死的境地 但是也比普通人活得时间长 就如今医疗设施如此发达先进的今日 人们的寿命也就百年而已 也因此 现代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 不死族以前真正存在于世 也不会相信 世上真有彭祖这么长寿的人 所以网上对不死族 以及七大不死境的争议 一直不断 众说纷纭 有认同的 也有不认同的 认同之人认为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 《奇珍异寿》 《易于山川》 奇闻一世 解为真实 只不过是经过时代的冲刷 它们被淹没在了时间长河当中 就如同恐龙时代一样 没经得住时间的冲刷 成为了历史 同时 认同之人心中也对长生 抱有一丝希望与幻想 毕竟每个人都想长生不老 永生不死 而不认同的人则认为 《山海经》 以及《不死族》太过天马行空 太过虚幻 加上没有存在的真实事物证明 这些人更加不相信 只是把《山海经》 以及《不死族》的故事 当作饭后之谈资 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幻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再读完这本书 看完某个故事之后 有没有明白一个道理 鲁迅先生曾评价 《山海经》 《山海经》 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蕴藏的 无限潜在价值 《山海经》塑造了早些年 我对艺术的形象感知 唤醒了我原本丢失的想象力 《山海经》 是我国流传至今 体系最为完整的智怪奇书 我在儿时便将它奉为最心爱的书 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对《山海经》的评价至高 《山海经》展示的是 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 远古文化 当时人们的思想活动 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 为后世研究远古时期提供了诸多信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